第1885集 为什么非要这样 这小子不挺好的吗 七沙问 哎呦 我知道你急着出去 我又何尝不是呢 破军叹了一口气 哎呦 但是有些时候这天命真的是不可为啊 如果这家伙真的死在冥界了 那只能说咱们的运势还没到呢 但如果说他没有死在那儿 那咱们就有希望了 七沙不再说话了 两大新军也沉默了 天已经大亮了 昨天发生的事情 叶浩轩没有告诉邵清英 而且张家梁那小子 叶浩轩还刻意地找到他 把昨天的那段记忆给消除了 一来呢 叶浩轩怕他把这些事情给泄露出去 二来 普通人看到那些东西 这辈子难免会留下阴影 所以叶浩轩就只能这样做了 只是张家梁那小子 被消失了负面影响之后 完全又是变了一个人 他现在不敢勾到邵清英了 就只得勾到团里的其他女人 一上午 邵清英都看到叶浩轩不怎么说话 他只是一个劲的低头沉思 叶浩轩的那点心事 又怎么可能瞒得过冰雪聪明的邵清英呢 有心事啊 邵清英走到了叶浩轩的跟前坐下来 他赤着双脚 洁白的双腿泡在海水里面 这一幕也不知道勾起了多少男性的目光 可惜的是 邵清英和叶浩轩两人的气场太强大了 这些人根本就不敢靠近搭讪 没有 叶浩轩连忙地抬起头 他看到邵清英一脸询问的目光 不由地笑道 没事的 我挺好的 你得了吧 我和你认识这么久了 我还不了解你 邵清英看着叶浩轩道 你有心事的时候和你没心事的时候 完全是两个样子 叶浩轩笑了笑 他没有说什么 说说吧 有什么事情能难得到你啊 你现在可是医生 不管怎么打都不倒的存在 你怎么也会被心事所困呢 每个人都会遇到点麻烦 遇到点烦心是吧 不过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不妨说说 我帮你抽出主意 关于严新的 叶浩轩想了想 把李严新要去取龙王双眼的事情给说出来 他只是隐去了破军所说的那一段话 他叹了一口气 唉 我亏欠他挺多的 我不知道该不该阻止他 龙王我知道 他是华夏唯一的一条真龙了吧 我们华夏人 崇尚天地 以龙威图腾 而且龙王守护华夏这么多年 于情于理 你都不能袖手旁观 你和龙林之间的事情呢 只是你们私人恩怨 但是民族大义上不能含糊 是的 我知道 你说的很有道理 叶浩轩微微地点点头 民族大义方面 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你现在之所以犹豫 那是因为你觉得 你亏欠严新太多 也确实是这样 严新为你付出了很多 但是你觉得 现在的他 还是以前的他吗 完全不是 现在的他 拥有另外一个灵魂 这完完全全就是 另外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 拥有他的记忆 所以现在的他 只是一句曲窍 你欠的是严新的 不是欠其他人的 而且他这样子下去的话 会越陷越深的 所以我觉得 龙王当就 严新也当就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我看到他 实在是没有办法 向他下手 这也是人之常情 说真的 如果你真的向他下手了 那你就不是叶浩轩了 多情才是你的风格 你这话 是夸我的还是在笑我 叶浩轩哭笑不得地说 当然是夸你了 少青莹站起来 他揽着叶浩轩的腰道 你去吧 去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说好的 这次出来是陪你玩的 我就这样摔手走了 你真的不会生气吗 不会生气 因为我都习惯了 能力越大 责任也越大 所以我也能理解 去吧 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其实你陪了我这两天 我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这两天里 你是真正属于我的 我保证 会有那么一天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叶浩轩抱了抱少青莹 然后他笑道 我走了 你叫警卫来吧 别担心我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 少青莹向叶浩轩挥挥手 叶浩轩点点头 然后他转身离开了 少青莹的善解人意 给叶浩轩心里留下了 很大的触动 只是他越是善解人意 叶浩轩越是觉得惭愧 毕竟自己亏欠他们太多 龙陵所在的山 本来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 周边没有什么 值得开发的旅游资源 更没有人愿意来 投资这个地方 可是谁又想到 这个不起眼的荒山上面 有着通往 另一个空间的禁止呢 这个地方 就是龙林所在的地方 龙王还是像往常那样 扫地做杂役 他古代龙中的身影 显得有些勾冷 仿佛一阵风都能吹到似的 而引龙位的个人 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他们的身份也从来没有变过 做完了一些杂活之后 龙王躺了下来 他的居所外面 就是一片云海 在这个地方 休息会十分的惬意 只是 这一次 他刚刚躺下来之后 习惯性地 向外面的云海看了一眼 就看这一眼 龙王就迅速地爬起来 他蒸蒸地看着云海之外的天空 只见天空中 有无数颗繁星一闪而逝 白天看见星星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照的 龙王似乎在这一瞬间 明白了这一切 他跳往着远方 看着已经不存在的星光 他的脸色 慢慢地缓和了下来 一切 皆是定数 一眨眼 有时数个轮回啊 龙王笑了笑 他清楚 龙林的大劫已经到来了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 是永恒的 胜久必衰 这是谁都逃不出的智力 现在的结束已经到了 又是谁能躲得过去的呢 师父 龙一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了 龙一是最贴近龙王的 只要龙王有任何的动静 他马上就会第一个赶到 现在龙王的心情有些触动 龙一马上赶到了 龙一 进来吧 龙王淡淡地说 门一响 龙一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对龙王一拱手 有些疑惑地问 师父 怎么了 把我的紫金战袍拿来 另外通知龙林的所有人 马上离开这里 龙王淡淡地说 是 龙一的神情意见 紫金战袍 是龙王年轻时候的战衣 自从上一次的结束到现在 已经有上千年了 他从来没有见他穿过 现在他要穿紫金战袍 这说明是有强敌来翻的 而且 看这龙王这副轻松自若的样子 龙一觉得 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因为他看到了 龙王的脸上 是一种解脱的表情 为何会有解脱的表情呢 那只能说 来犯之敌很强 强到这一次就连龙王 也是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龙一想象不到 连龙王都战不过的人 到底是有多厉害 他也想象不到 这一仗到底会有多惨烈 但是他清楚 不管敌人再强 他们也不能退缩 因为这是他们的使命 片刻 影龙位已经集齐 而龙翔 也是一脸凝重地赶了过来 他对着龙王一拱手 龙老 我想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 所以最近一周 龙林上上下下 都需要离开 龙王轻描淡写地说 龙老 我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如果真的是龙林的大街 我们就不能离开 这是我们的家 也是我们的使命 与你们无关 这是我们影龙位的事情 龙王微微地摇摇头 影龙位的存在 本来就是为了龙林 现在不是龙林 到了生死存亡关头 而是 我们影龙位到了 七数尽了 怎么挽回也挽回不了的 龙王淡淡地一笑 所以 现在我需要你离开这里 哪怕是以后影龙位没了 但是龙林还在 龙老 龙翔已经听出来了 这龙王话里面的危机 他跪倒在地上 龙林上上下下 愿和影龙位一起面对此劫 面对不了的 徒增伤亡罢了 记着 龙林是你的 以后还要在你的手中发阳光大 龙老 龙翔露出了一脸悲痛的神色 他知道 既然龙王这样说了 那么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了 虽然影龙位这些年来 一直干做吓人 但是他们毕竟是这龙林最后的力量 所以说 龙林的心中的所有人 也是有着千万个不舍 好了 去吧 再晚就来不及了 龙王微微地挥挥手 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 时间到了 就该走了 以后 要好好地掌控龙林 希望能在你的手中发阳光大 龙王微微地一笑 他挥挥手道 去吧 去吧 时间不多咯 龙翔满脸地悲痛 他跪倒在地上 对着龙王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他沉声道 龙老 务必保重 磕完了这个头之后 龙翔站了起来 专身离开 他离开的同时 龙林上上下下 全部地撤离了 虽然龙林上上下下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看到龙翔的脸色 这么凝重的样子 所有人都不由得 有些紧张了起来 出了山门之后 层层的水波突然涌起 然后 当众人在回头的时候 却发现 无论如何 也打不开龙林的尽致了 龙翔死死地盯着山门的地方 他的手有些哆嗦 良久 他才回过头 对着山门跪了下去 作为龙林的大佬 那个拥有无上权力的人 居然失声痛哭了 穿上紫金战衣之后的龙王 在这瞬间 仿佛年轻了几十岁一般 他显得精神异异的 十一名影龙卫 站在他的跟前 他们一个个地看过去 每一个人的脸 都十分地熟悉 他和这些人 已经相处了 不知道多少年了 所有人的脸色 都十分地严肃 他们都带着一丝 视死如归的表情 因为他们知道 今天的这一劫 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战死是他们最终的宿命 即使是明知道有危险 但是不会有人退缩 你们都很好 龙王叹了一口气 他笑了 他淡淡地说 现在我们眼前 有一场很大的危机 如果想走的 现在就可以走 没有人回答 但是从他们的脸上的表情 就能看出来 没有人会离开这里的 因为他们没有人会离开龙林 更不会有人离开龙王 这些事情 与你们无关的 龙王无奈地说 虽然我知道 你们不会有人走 但是我还是想忍不住地 劝你们一句 如果想离开 现在就可以离开 师父 龙八说话了 他认真地说 我们不会走 哪怕这件事情 与我们无关 但我们与师父是一体的 您不仅是我们的师父 更是我们的父亲 父亲 龙王的神色有些复杂 他喃喃地说 是啊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可是孩子们 今天这一劫在所难免 而且这一战 对我们来说 是万劫不复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